截至目前的这一事件已经造成了29名群众遇难 130多名群众受伤 公安干警当场击毙了4名暴徒抓获1人 案件的侦破工作呢正在紧张的进行过程当中 那么现场的证据也表明 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关于这起暴力恐怖事件的最新状况 我们也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新华社记者杨沐元 你好杨沐元 你好主持人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受伤群众 他们的救治状况 给我们做个介绍 受伤群众现在已经得到了裹散 比较有效的救治 然后还有部分的重伤者还在ICU病房里头接受救治 具体的数字你那里了解吗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小 还有就是昆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整个城市室内的安保巡逻状态 给我们做个介绍 目前昆明市市民的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 除了昆明火车站以外 别的地方也没有特别的加强警力的情况 据你现场了解到 因为我们今天通过网络很多渠道也看到 昆明有很多市民自发的去献血 去医院 包括在火车站 自发的去献花等等这种行为 据你了解给我们做个介绍 对 这个很多市民听说血库里的血 有点紧张的时候 今天在昆明的好多个献血点 市民都踊跃的排起了长柜 记得也在那个血车旁边看到 就是平时跟平时形成了一个精明的对比 然后那个猜血点的 也说是这个跟平时相比 今天的人可能是翻了好多翻 然后一些市民也表示说是 为这个伤者献一份爱心 也是自己择户旁贷的一个 还有杨沐元 就是现在暴徒的这个具体身份 包括他们这个抓捕的情况 有没有更新 还没有 这方面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 参观过我们正式 对 好好谢谢杨沐元 从前方过我们带回来的消息